看肥皂讲二老 大家好 我是肥皂 这个就是你们等了很久的这个月下夜响曲 也就是这个很多人喜欢的一个一款恶魔城 那么今天呢 开始做这个第一期 这一次呢 我是录完再来解锁的 表达像上一次那个月轮发生一些什么意外的 这个我们进入这个游戏 那么这个月下呢 是这个PS上的一款 非常出名的一个恶魔城 然后呢 这个这个界面呢 稍微的复杂一点 因为这个PS它有一个记忆卡的这种问题 然后那么这游戏的一开始呢 也是可以输入这个名字的 就是在这个游戏通关一遍之后 在二周末的时候呢 可以输入一个所谓的幸运名 然后呢 那个人物呢 它那个幸运值是非常高的 但是呢 我现在我录的这个是一周末的流程 所以呢 这边 我先说一下吧 这个我录的大概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流程 少量的用一些bug 少量少量用 因为这个方便我录制 因为我不想录太长 好了 那么这边的这个游戏的制作者也做了一个3D这个CG 但是这个CG比较粗糙啊 这个城堡了 连贴图都没有啊 就一个那种非常灰暗的一个城堡 没有什么贴图 然后这边这个游戏一开始 它并不是这个月下夜闲曲 什么说呢 就是它一开头的序章 其实是这个PC一上的这个血之轮回最后一关的这个剧情 然后这边呢 就开始这个血之轮回啊 这个PS的由于它是这个关盘系统 所以还要这个漏顶比较慢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序章是这个血之轮回 也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是尼希特 那么这个序章呢 比较复杂 然后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隐藏房间 这个房间呢 也是非常有名的 你们这里刷三个大星就可以走了 这里的这个这个序章的这些问题 我等一下再说吧 因为这里等一下有这个剧情 有剧情的时候 我是不解说了 滅火 这里不是你住的世界 asking mesasifadaş冩的犯人 这儿 あ są呢 就是良勇人 童老人 shedいる人 童�的日子 正是如何 你是主意意义的 正义 所以你五遗壁 它是白色的是 你的Est rigp说不适 人们和同一新年之下的 进展、秩论 你们们一起进食器跟 intertw out pattern即使 进不 потреб 但現に人間どもは欲望によって発展し 信仰によって統率されてきたではないか 人間は力だけでは統率できない 敬い慈しむ心があるからこそ統率ができるのだ くだらん どちらが正しいか死のもって分からせてやる ここで戦闘が始まる 一開始は左側の聖水を使って この必殺はこの必殺はこの系統を経験する 月球輪迴 ここでこの星は3つの聖水を使って 1個聖水を使って ここで最好は使用光 ここで説明は何を使用光 この地下は、これは被打死の 呃 并没有关系 因为被打死之后呢 那个玛丽亚会出来 那个小小罗利玛丽亚他会这个帮你补血 这边这个干掉了这个德库拉 那么趁着这边有一些时间 我想解说一下刚才那个序章 那么这个序章呢 他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条件会影响这个初期阿鲁卡路的这些人 比如说这个隐藏房间的那些物品呢 你拿光了 还有这个德库拉你消灭他的时间了 比如说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还有这些新的都会影响这个阿鲁卡多一开始 那么我刚才用的那个打法呢 是那个澳洲木的一个速通常用的一个打法 然后刚才那个打法呢 在这样这个德库拉之前呢 拿到40还是45个星而忘了 打死这个德库拉之后 这个阿鲁卡多一开始 他会带着一个炸弹 然后呢 把这个星所有星用光了 会得到一个五百星的一个道具 另外的这个无伤的话 这个阿鲁卡多他所有能力加一点 然后这个hp加五点 另外的在一分钟以内干掉这个德库拉 他的全部能力加五点 但是这个一分钟 先说明一下这个一分钟的 他是算上这个剧情的 由于我现在这个是一周末 所以呢 我不可能一分钟以内干掉这个德库拉 但是我只是做一个掩饰 因为这个 只有二周末的时候才可以一分钟以内干掉这个德库拉 所以呢 这个一周末他是一开场的就少了 所有能力少了五点 所以说呢 这个游戏二周末是会稍微简单一些 这边呢 还有一件事情要先说明的 就是由于这个月下他有很多这种搓招 由于我 我是用键盘玩的 不太适合用这个搓招 按的非常累 所以的 我做了一些这个按键精灵 就是一箭必杀 所以的这边你们应该不会介意吧 反正我也是只是打这个流程 因为我想打的快一些 所以这边会有一些比较看起来非常鬼畜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这个 就像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 一个不停的切换这个左手跟右手的这个武器 由于这个左手是这个剑 右手这个盾 才有这个效果 也就是说 没有盾牌的时候是不能像这样去鬼畜的这个移动的 由于这个游戏的他这个后退 后退比正常走路要快 所以的 很多玩速度的人都是这样走路的 这个叫做不好好走路这个系列 好 那么这个一开场呢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bug 就是这个带装备过死神 但是我这里呢 并没有使用 这个是阿尔卡顿様 一体何をしに参られましたか 是什么了 要求你只要找到这边 未来人间的伴方还是能够的 好 那麼這個劇情過後呢 我繼續解說這個帶裝備過死神 眾所周知的這個帶裝備過死神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這個幸運兵 然後用這個 賺那個那頭藍然後呢就可以衝過那個死神的房間 但是呢一周末是不可以用這個幸運兵的 然後呢這邊 呃 其實還有兩個方法可以用這個帶裝備過死神的一個方法呢就是用這個 用這個炸彈或者用這個這個500星 那麼這兩個道具的任何一個都可以然後呢用一個所謂的這個叫做反向偏移的一個bug 那麼這個bug的到底具體怎麼用呢你們可以去這個白注 可以收得到的那麼這個方法呢 用了這個方法之後呢也可以這個過死神但是這兩個方法稍微難一些比那個幸運兵 好那麼這個過裝備過死神的說到這裡 好那麼這個裝備呢被這個死神收走之後我們的這個阿洛卡多非常的弱 而且呢沒有武器只能用這個拳頭 一開場拿到的那些 那些短鍵呢其實並沒有什麼卵用 因為這個阿洛卡多他那個拳頭啊 拳頭的攻擊速度非常快 然後這邊呢拿到了一些初期的裝備還有一個盾牌還有一個那個什麼東西也不知道 然後這邊呢拿了 一把短鍵來砍這個 這裡有一個密道不是密道一個隱藏房間 由於這個拳頭是打不了所以只能裝備 然後這邊 又可以用這個鬼畜的移動了 因為有一個盾牌 然後一開場呢拿到了一個服務器就是這個小刀 這個月下子裡面的小刀我覺得還可以 他的 就是不像以前的那些惡魔城 因為很多惡魔城那些小刀都是根本是一個垃圾的一個服務器 而這邊呢又化成這個小刀 這個小刀是一個這個拳頭 因為我剛才說了這個阿洛卡多他這個拳頭這個攻擊速度非常快 其實他的攻擊力比那個小刀還要高 就是算下來 但是呢他的這個攻擊距離的稍微的短一些 這邊往上跳就是這個 這個量金研究洞的這個boss 這個boss呢是這個死神的直屬部隊 那麼這兩隻boss呢其實是這個惡魔城世代最後一關的這個boss 這邊呢這個boss呢非常簡單 用這個 召喚惡靈的一個招呼 這個惡靈呢我召喚了四隻 他有兩招一招的是召喚一隻或者四隻 但是這個四隻的他用的這個mp 是稍微的多一些 好這個幹掉這個惡靈之後我們繼續這個前進 那麼這個阿洛卡多的他除了 召喚惡靈這個招呼之外了 他還有一招這個四血速 另外還有這個地獄火 還有一個黑球就是他德庫拉用的最強用的那兩個招呼 那兩個招呼沒怎麼用 那麼這邊呢打了這隻怪 他這個下面出血量非常大 這個你看你看 出血量非常大 這個怎麼說這個應該是呂同志 烈屋是呂同志 出血量那麼大 好那麼這邊呢拿到了一個回血道具 像這種瓶子類的回血道具 我們在吃的他的時候啊這個阿洛卡多他會有這個 大概一兩秒的這個無敵時間 像這種有無敵時間我們可以利用他過一些 地方比如說這個針刺的這個房間 在針刺那個房間我們就可以吃那個瓶子 然後用那個無敵直接開那個清 清光門 這樣的話呢就可以很多地方都不用去 但是我這邊呢是沒打算用那個bug 因為我想錄一個稍微完整一點的這個流程 然後這邊呢我們來到了一個新的場景 這個場景叫做大理石南下 那麼這邊呢先去這個下面拿一個 這個魔導器這個魔導器的 有什麼作用呢可以看到這個 敵人還有我們自己 打這個怪物的這個血量 因為我現在是看不到的 不光是我這個敵人打我還是我打這個敵人 是看不到這個這個數值的 然後這邊呢就可以看到這個數值了 然後現在我們回去 原路返回 那麼這個傀儡呢 這個傀儡就是 很多 這個惡魔城這個續作裡面都會出現 比如說這個月輪裡面非常煩人的那個 這個禮拜堂那個那個傀儡 那麼這裡的傀儡 也有這個 有沒有煮的我忘了 應該有吧 好那麼這邊這些 大型的蠟燭稍微的吃一下 因為等一下我要用這個神器 神器什麼神器就是這個懷錶 因為這個懷錶他需要這個20個血量 待不住 待不住 闇的力是在闇的 你看到這個人間似的樣子 這個城裡來的目的是什麼 這個城裡來的目的 我同樣的 你相信那個言葉 我 瑪莉亞 你呢 这个剧情过后我们继续 刚才遇到的那个人呢 就是这个玛丽亚 也就是这个PC上 这个雪珠轮回里面的那个小萝莉 因为这个月下的剧情 是在月轮几粮之后 这个玛丽亚也长大了 非常漂亮 那么这边呢 刚才那个房间就是这个大宗的房间 他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事情都发生那个房间 所以先稍微记一下这个地方 那这边呢我们换成这个怀表 这个怀表呢 那么这个怀表呢在我这个流程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副武器 但是呢有一些同学吐槽这个怀表 是一个非常垃圾的副武器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这个怀表他确实非常好用 可能那些同学他不知道 那个怀表的用处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 其实是不需要这个怀表 但是我不想怎么说了 因为刚才那个地方 那个怪物呢 其实是用可以用那个盾牌 来挡住他那些喷火的 直接跳过去也可以 但是我这里保险起见的 放了两次这个怀表 然后这边这个 这个时间花呢 我是用了一个召唤恶灵 其实不需要这样干的 因为我没并没有设置召唤一只恶灵 其实可以用一个 因为我之前呢看过一个塔 这个塔斯里面呢 他是召唤一只恶灵 然后呢直接滑过去 因为召唤恶灵的时候 他也有一个无敌的这个时间 好那么这边吃两个大星 然后是这个boss战 那么这个boss呢 他跟这个阿罗卡都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很多能力都是一样的 你们注意一下 现在这个场景后面那个圆圆的那个东西 是不是跟白夜的那个转换表里层的那个 那个房间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严重怀疑这个 这个怪物应该是阿罗卡都的这个阴暗变 因为之前我在说这个白夜的时候也说过了 这个白夜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模仿这个月下的 好了那么刚才那个boss直接用这个怀表定住 然后就可以这个直接干掉他了 这个也就是这个怀表好用的一个地方 其中一个地方 很多同学不知道这个 这个怀表是可以定那个boss 因为我在直播的时候 我用了这个方法 我结果发现很多那些老司机 他居然都还不知道 好那么这个场景呢 有一个电梯 现在这个电梯还不能使用 我们先要爬到这个 这个场景的最底上 把那个一个激光打开 打开这个激光之后 这个电梯就可以用了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魔导器 就是这个变成这个这个狼 然后这个场景呢 有这个非常讨厌的这个美毒沙 然后这个刚才那只怪物呢 他就是这个雪轮里面的 这个月下很多怪物都是直接帮这个雪轮的这个怪物 有点偷懒的这个祥妮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传送门 这种传送门呢 就是这个月下开创的 然后这个传送门呢 跟这个 这个白夜是 比较像的 白夜的那个传送门 然后这边打开了这个电梯之后呢 就可以拿到这个狼子盆 然后我们做这个电梯下去 其实这边按照这个正常剧情 应该先去这个图书馆找这个老头的 但是我这边呢 先去这个奥漏之间 这样的话呢 可以就是我这个流程 就跳过了这个礼拜堂了 所以这边 这边变成这个蓝之后呢 用这个大跳 这个大跳是怎么跳出来的 就是这个蓝呢 他在走这种斜破的时候啊 他跳得非常高 然后刚才跳上去的那个地方呢 拿到了一个戒指 那个戒指呢 可以卖4000块钱 这个戒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 到下一期我会说明的 为什么要拿那个戒指 然后这边呢 我们这个远路返回 远路返回去那个大中那个地方 大中房间的左边就是去这个奥漏之间的那个通道 那么这边呢 还是这个地方 用这个怀表定一下 其实这个我刚才也说了 可以用举起这个盾牌 然后跳过去直接 因为这只怪啊 他有可能喷那个火 所以呢 一般如果你是直接跳过去的话 最好是举着这个盾牌 然后这边这个地板上好像有一个门是吧 这个门呢 我们目前还不能开 因为本来应该先去这个 这个图书馆拿这个清光钥匙的 然后之后就可以在刚才那个地方 这个右边 可以进入 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呢 踩一下这个机关 就可以打开 那个地上的这个门了 那么刚才那里有两个门 其中一个呢是拿一些道具的 并没有什么 这个卵用 另外一个门呢 这个是进入这个地下水迈的一个 一条路 好 那么这边呢 又回到这个大钟 那么这个大钟呢 这个右边呢 右边那个通道是怎么开的 我们需要用这个 怀表 用这个怀表之后呢 右边那个通道就可以打开了 那么那个通道里面呢 有一套装备 那么那套装备的跟这个阿罗卡都一开始拿的那套装备的是非常像的 但是呢那一套呢他是假的 但是他们只有这个外形长得非常像 但是加的这些素质呢 相差非常大 那么刚才我去这个左边呢 拿了一个副武器就是这个小刀 本来呢 这里不需要这个小刀的 但是因为我打的这个是一周木 这木的不像二周木那么好打 因为我现在去这个斗技场 斗技场那个boss的需要这个小刀 但是在二周木的并不需要 所以呢 这里呢 稍微的去走了一段没必要走的路 好 那么这里就是这个二楼之间 然后这里呢 用一个召唤20 这里呢 可以丢这个 丢这个小刀去打这个骷髅 但是我怕那个 那个星因为我没刷够 这里应该大概可以刷到70 70个星吧 那这边呃 左边就是这个斗技场 然后刚才那个房间的这个右上角 呃本来有一个传送门的 因为我打习惯了这个二周木 所以呢我这个流程并没有去开那个传送点 所以呢后来我还要回来这个地方 所以到时候呢是 就是需要走很长一段的这个路 假如说我这个第一期有开这个传送点的话 我后面路的时候就 呃少走很多路 好 那么这边就是这个斗技场 这个斗技场呢 这些怪 呃并没有什么太大威胁 像这种怪直接 呃等他跳起来就行 那么这个斗技场这个下面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怪 但是这个上面这条路呢是 呃 这个怪物是稍微的少一些 然后这边呢 拿到了一个所谓的爷亮的一个道具 你可以把这个道具理解成这个回程卷轴 好 好那么这两只boss呢 也是这个雪轮里面直接空过来的 这个月下其实有一些 这个偷懒的嫌疑 呃说到这个偷懒 这个ps版的这个月下 其实在当时来说 他是并没有完成的 因为当时呃这个发发售的时间已经到了 但是这个月下他还没有做完 所以啊这个ps版的这个月下 其实他是一个未完成的一个作品 那么在这个ss版 那个月下发布之后呢 那个完整的月下我们才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 ss版的月下才是一个完整的 所以呢这个ps版的这个月下呢 少了很多东西 然后那么这边呢 拿到了一个变成雾的一个魔导器 那么这个月下少了什么东西呢 呃我记得大概少了一个地图 然后呢还有这个玛丽亚 就是这个玛丽亚其实也是一个boss 到后面我会说的 好那么这边这个房间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有武器要拿 那么刚才用的那个技能呢 就是这个嗜血这个招数 直接把这个这个屏幕上的所有的怪 直接吸血 可以用来这个补血 但是他用的这个魔法值是非常多的 然后这边呢 用这个回程卷轴 直接来到这个图书馆 那么本期就差不多了 我们去这个图书馆上面这个存档点去储存 那么这里呢也是用这个这个蓝的这个大跳跳上来 本来这里呢 按照正常凌晨应该用这个奥丹跳才可以跳上来 由于我跳过了这个礼拜堂 所以并没有这个奥丹跳 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